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继续描述这个动机 就是避免到了豪华宾馆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这样一种尴尬 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他说 From all such fears, camping releases him 你看这个露营有这种好处 使他避免了所有这些恐惧 这一些害怕的事 比如说给小费的 不知道该给多少钱 自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 什么时候像领班表示不满意 这些担心露营 我自己住着一个账方 使他避免了这些 这个release是跟from的固定搭配 release什么什么from 从什么什么中免除了这个东西 这里面是把from all such fears 这个借此段一放在巨手 这是为了更好的成上旗下 因为这个such fears 就指上文中那些fear 什么担忧不知道该给多少小费 担忧什么时候发表不满意 这是为了更好的成上旗下 正常语序应该是这样的 看平releases him from all such fears 是这么一个 但是用这个句子就不如刚才那个成上旗下 效果更好 因为such fears是上文中谈的 这是为了成上旗下 里面用的搭配是release后面加from 使前者从后者中释放或者解脱了出来 露营这个事把它从所有这些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就不用担心这个事了 当然后面作者进一步说 当然在露营的时候 事的现象依然存在 但是比在这个宾馆里好多了 咱们看屏幕 所以第二句话比较复杂 他说granted 诚然 a snobbery of camping itself based upon equipment and techniques already exists but it is of a kind that if he meets it he can readi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他说granted 这是副词 表示诚然的确 他一般跟后面这个but固定搭配 就诚然 然后后面一转着 先上不后转着 诚然怎么样呢 对露营本身的这个势力现象 就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 这个势力 snobbery 我们讲了势力现象 后面有个后置证语 based upon equipment and techniques 基于设备和基于技术 就是我们家的帐篷比你好 我们开的车比你牛 等等等等 这个现象 already exists 依然存在 这个exist它主语就是前面的snobbery 依然存在 加分号引出第二句话 but 但是 it is of a kind 它是这样一种什么呢 就指snobbery 这是下一种势力现象 什么呢 后面再加这个定义从具 就是这个关一代snet引导 修饰前面的kind 就是这种势力现象 什么呢 里面又插入了一个 这个if引导的条件中 如果他预见它的话 这个他当然指势力现象 如果他碰到的话 这个遭遇的话怎么样呢 他很容易理解 并且很容易应对 关一代snet 当然做这个 understand 和 deal with me 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应对 它并不像在高档宾馆里面会手足无措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面首先我们先重点看一看granted 这个重点词汇 它不但用得多 而且容易用错 granted有两个词形 在本文中 在这当副词来用 granted跟一个小句子 后面叫bud 转折 这个的确 但是却如何 这个后面必须叫bud 因为granted是个副词 前面一句话 后面一句话 两个句的中间 应该叫连词吧来连接 我们看一下例子 granted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 诚然 中国的确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却充满了潜力 potential 表示潜力潜能 不可数名词 这是第一种用法 但是granted呢 也可以当连词来用 granted that 这个加不加弹都行 它不加that 它本身也可当连词 加that以后 复合连词 这个就类似于oldo了 但这个时候 后面主句前面 就不加bud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那个bud加bud 因为前后两句的并列 中间用并列连词 但granted是从属连词 引导让步状于从句 你后面再加bud的话 bud是并列连词 前面是从属连词 后面并列连词 到底主从句还并列句 就乱套了 注意 有些老师说 前面叫oldo 后面不能加bud 原因是逻辑重复 刚才的granted跟后面的bud 就可以放在一块 不是逻辑重复 是语法错误 因为granted是连词的时候 引导从句 后面需要主句 再加bud 并列连词 不论不类 到底主从还并列呢 直接跟主句就行了 像刚才那句话可以改正 granted tha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去掉这个bud 化掉这个bud 直接用she is followed potential 就好了 注意 在用的时候别用错 英语中正是协作是精确 那么我们可以用第三课讲过的 另外一个诚然 但是却 叫it is true that 或it was true that 后面再加bud 前面是个完整句子 后面需要连词连接 诚然 但是却如何 咱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句型 在三册的十六颗 最早就见过 就是玛丽 有头小羔羊 这个书里面 it was true that he had just bought a lamb he explained but his lamb was black 诚然他确实 刚刚买了一头羊 他接着说 但是他的羊呢 是黑色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先让步 后转折 我们再复习在四册第三课 更长的句子 十七页第四行到第六行 十七页的第四到第六行 的确 在他们的探险过程中 他们经常遭遇到 那些最最惊心突破的困难和危险 装备之简陋 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 就浑身不寒而栗 但是转折了 他们并不是特意 有意的去追求这种刺激 这种兴奋 诚然 但是却 我们加上这个but 这是固定句型 刚才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句子 代替去也能说成 It is true tha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 就好了 这个让步转折句型 也是我们写作中五星级的重点搭配 咱们再复习复习这几个 更复杂的变化 诚然 用It is true that 或者用副词 admittedly 或者用副词granted 既然后面叫but 我们前面granted 就当副词来用了 对吧 承然 怎么怎么样 但是转折 我们有好几个变化 比如说 但有but后面可以讲 but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但是这并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说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但是并不一定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或者说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什么 或者说but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保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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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搭配可以放在一块记 这是变得更复杂一些的变化 这是先让步后转折这个句型 好 回到剧中 诚然 对于露营本身的势力 基于设备和技术依然存在 但是它是这样一种势力现象加定义从具 怎么样呢 如果它遇见它的话 它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对付 这个readily有两个意思 这是二十四个讲过 readily第一个意思表示 willingly 就是乐意的 愿意的 但本文中 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第二个意思 相当于easily 或者without difficulty 容易的 它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应对 表示这个意思 咱们在二十四个讲过 咱们复习 比如说 the equipment was cheap and readily available 这种设备很便宜 并且很容易买到 很容易取得 这个并不是乐意的愿意的 再比如说 the information is readily accessible on the internet 在英特网上 这种信息很容易去获取 readily 叫很容易的 我们再复习二十四个 一百三十八页 第六到第七行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六到第七行 greater tool than we can describe 比我们能够描述的 也更加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for language 语言 which was invented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this world 发明出来是为了表达 这个世界的含义的语言 怎么样呢 cannot readily be fitted to the uses of another 不能够很容易的被改动 以适应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使用 描述地球的 这个语言来描述天上世界 很难去做这个事 并不能够容易的被改动 以适应另外一个世界的使用 这个readily find easily 它比easily要来得正式一些 好 后面进一步描述 为什么在露营的时候 这个势力现象 我们更容易去理解和应对 为什么在宾馆里面碰到这种势力现象 就不好对付 咱们下面看第三句 他进一步来描述 他说 There's no superior day in the shape of management and hotel hierarchies to darken his holiday days 在露营地那里 没有那些 superior就更高级的 更优越的 更优秀更好的 没有那些所谓更高级的他们加引号那些他们 是哪些他们呢 后面有后置正语 in the shape of 就以某种形式而存在的 这个在28个病人和医生 他们就讲过了 有什么形式呢 什么管理层啊 或酒店里的等级制度啊 这些他们就是那些什么 打堂经理啊 什么大 什么什么领班啊 什么什么总经理啊 董事长啊 那一层一层的那些大人物 来使他的度假的日子 这个时光变得灰暗 对吧 天天看的那些 讲排场的 舔胸蝶度的那些大经理啊 酒店里的领班啊 总经理啊 主任呢 使他度假的日子变得困难 在露营地至少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好 这里面 superior是拉丁文 叫比什么什么更高级更优秀的 但是他本身没有比较及更高级 他本身就可以用原型比较 而他后面加 to 大家还记得吗 复习 比什么什么更高级 叫做比 superior to 反意思呢 比 inferior to 叫低级的略等的更差的 注意他不能再加一二欧二了 本身就可以跟其他东西比较 而且后面不加 then 而加 to 还有我们说过的 年级更大的 年级更大的 资历更深的 senior 如果比什么什么 用原型比较 原级而没有比较及时高级了 比senior to 同样加 to 反意思但是junior 比什么什么 年级更小的 资历更浅的 比junior to 还有呢 比prior to 就时间比什么什么更早的 这种原级比较 不能再加一二欧二了 比prior to 时间更晚的呢 就 posterior 后面加 to 时间晚于什么 这个把它记住 这是复习 本文重视 他没有这些更高级的地位 更高的 他们以什么形式 in the shape of 和 in the form of 这两个搭配完全一样 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人 或者食物 这个早就讲过了 我们复习吧 先看二十八课 一百六十六页 第四行末尾到第八行 一百六十六页 第四行末尾到第八行 还记得这个大长句吗 对吧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attending the medical outpatient departments of a hospital feel tha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unles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th them some tangible remedy in the tree in the shape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a box of pills or a small jar of ointment and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那么到我们医院的门诊部 来看病的病人的多数 觉得他们没有 受到这个充分的治疗 除非他们能够 随身带回家 这个某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药物 比如说以什么形式呢 以这种形式而存在的药 一瓶子药 对吧 一盒药片 一小瓶药膏 这个形式 并且负责这个门诊部的医生 也非常乐意直接给他们提供这些他们需要享有的东西 这是一某种形式 in the shape of 三十三课又出现了 in the form of 指人了 你看刚好 各个搭配都有了 195页 第三行到第四行 195页 第三行到第四行 他说 convinced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modern states invest i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get back interes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group of enlightened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potential leaders 因为对知识的重量性深信不疑 当代的国家在这个学术机构投资 以获取所谓的利息 什么利息呢 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利息 就是一大群的开明的青年男女 他们可能是以后未来的各界领袖 in the form of in the shape of 以什么形式 本文中也是那些地位更高的他们 什么形式呢 就是那些酒店里的management是管理层 如果某一家单位的管理层可以用单数 但是很多公司 很多酒店管理层能用附属management 还有hotel hierarchy hierarchy等级制度吗 就什么这个官那个官 等级制度 to dark in his holidays 使他的度假时光变得昏暗 变得昏暗 到了第三段结束 作者表明了度假去露营的方式来度假 动机 他说省钱 未必是唯一的 甚至不是最大的动机 这又提出另外一个动机 好 在第四段开始 作者又给出了露营去露营的 除了这个之法 还有别的动机 好我们第三段跟老师先看到这